大家好 今天是7月26日 星期二 7月份剩下交易天不多 連同今日計作內只有四天 明天已經是今個月期止轉倉的高空日 星期四就是今個月期止結算日 經過一輪的反反覆覆後 今日好倉大戶似乎有少少反擊的部署 先看看指數 早市恒指先高114點到20676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拉鋸而低見20631點 但買盤開始慢慢慢慢湧現 結果在資金稍為部署主導下 指數在緩步當中慢慢慢慢升上去 到下午3點左右指數已經一度高見20952點 相對昨日收市升了390點 更重要的是指數 暫時已經回到1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10天線現在在20691點 很簡單 只要指數穩定在10天線流上 你就不需要擔心 指數暫時 會明天馬上輾轉下市今個月的低位 因為相對今個月15日的低位在20215點 這樣計算 現在距離進行比較遠 即是很簡單 只要指數在10天線流上 或是咬著10天線流 你就不需要擔心 會再創今個月的新低 當然 成交金額暫時來說還是比較保守 即是市回穩之餘 暫時欠缺一股上衝的動力 7月份有沒有更加低的指數 或者要反彈到多少先來 到月底 現在這分鐘當然不知道 但最低限度 不會再下市 2萬點這個關口位 對渣貨比較重的投資者來說 都是有少少少少的安慰 問題就是 8月份的市怎麼行 因為以現在大約21,000點 左近水平計 如果8月份的市 仍然是先高後低 那就不用多了 千多點的波幅向下限 指數已經可以 跌穿2萬點的支持 所以現在大家的焦點 不應該只擺在 7月底之前的市會 收多少 這個其實依然不更大 反而持貨重的朋友 應該考慮一下 萬一8月份的市 是進一步下限的時間 即是現在需不需要 趁這個反彈 稍為減減綁 做一點風險管理 未雨當然要籌謀 整個8月份的市 最難測的地方 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 美國如果再進一步 大幅加息 四分三 聯邦基金利率 將會去到 2.25到2.5厘 港式和美式的差距 最多擴闊 一眾追擊 港元吐息的行動 是會進一步 加劇 金管局為了維持 是藥方保證的港元匯率 當然要接港元的沽盤 從而令到 銀行的結余 越來越少 問題就來了 如果銀行的結余 去到1200億 1100億或以下 不排除 賊息會飆升 利息會上升 那一刻對股市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 好消息 加上 內房的問題 仍然都在 雖然中央政府 計劃用3000億 的基金 去解決目前的困局 有的當然是好過沒有 但不是代表相關問題 已經完全解決了 換句話 市場的投資信心 以及股股的刺激感 需要一段時期才能夠富豪 如果這樣看 股市的交投 暫時不會太多 資金入市的態度 會比較保守 只看市的走勢 已經知道 這一分鐘回到10天線樓上 上面還有 20、50和100天線 就算你過這裏 成交加額 還是不足夠 即是市上升之餘 或反彈之餘 是沒有動力去支持的 典型 是一個技術上的後抽 大家都是保守就好 大家好 今天是7月26 星期二 股市經過差不多兩個星期的 反反覆覆 這樣子 今天終於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反彈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找到行政指數先高開 114點到20676點 曾經有一點點反彈 而遞見20631點 可是沒有再進一步 往下走 而且 買盤也開始出現 結果整個指數 就不斷地往上走 而且到下午 3點左右 指數已經曾經 一度高見 20952點 現在對昨天收拾來說 是大部分的反彈的 390點 從走勢方面來看 指數也 首先回升到10點 以上 因為10點現在大概在 20691點 也可以這樣說 只要指數能夠 穩守在10點以上 暫時不用擔心 它會太快 下車接軌的低位 20215點 還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現在 50點線 現在大概在21110點左右 可以這樣說 指數只要在 進一步往下走 而從而 回升到50點線以上 就會出現一個 錯步 真正的 回穩的走勢 當然 能夠穩守在10點線以上 也可以說是 錯步的回穩 可是暫時還是要等 直到指數能夠 回升到50點線以上 我們才可以 覺得 整個股市暫時已經 擺脫了 進一步下行的走勢 當然 前橋方面 能不能夠改現 這個是很重要 直到目前為止 股市的成交 還是不太足夠的 要是說這個 低成交的股市 一直沒有變的話 等於說 整個反貸的股市 很快就會受到 虧限的了 尤其是 在50點線左右 股市要是 在進一步往下走 從而 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反貸 那成交方面 絕對不能夠 少個 1100億到1200億的 最好當然是1200個億以上 那這樣才顯示 資金開始有一點點 比較明顯的佈局 好了 明天就是這個 旗子轉倡的高峰期 星期四就是這個 旗子結束了 這兩天可能是 稍微有一點點回穩 當然目的 暫時來說 要是能夠抓到 2000年左右的水平 進行一個 賺倉的話 那等於說 整個股市 暫時來說 還是 回穩下來 可是問題就是 八月份股市 怎麼樣走 這個才是最關鍵的 因為七月份 信息來交易店 已經不多了 只有三天而已 高一點點跟低一點點 根本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 八月初開始 要是在 21000年左右水平 不要說多 只要八月份的股市 還是維持一個 先高後低的走勢的話 不要多了 1500點 左右 那個波幅 指數已經可以 進一步 下次兩萬點了 那所以 八月份股市 怎麼樣走 這個才是 最關鍵的地方 還有 一中心經濟股份 這兩天表現 可能還是不錯 可是暫時 看不到太大的動力 那這樣看起來 像騰星 阿里巴巴 美團點兵 可能 只是輕輕地做好而已 也不能 暫時不會出現 太大幅度的上升 變成來說 其他的主要的 南籌 包括 惠鴻也好 91中移動也好 1299的友邦也好 我也不覺得 他會怎麼樣 大幅度上去 最低限度暫時沒有這個看法 所以等於說 八月份就算是股市 稍微做好一點點 也只是 很少很少的幅度 暫時看不到太大的幅度上升 所以變成來說 資金日式的態度 還是大家比較保守一點點 輕輕地買一點點 沒問題 又是重手去買的 我覺得暫時 還是不是時候 好啦 下五分鐘就收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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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認請